洋葱搭配有讲究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洋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营养十分丰富,有蔬菜皇后的美誉 洋葱关键是要吃对,营养才不会被浪费 接下来,老安就给大家推荐洋葱的两种吃法 美味又健康 第一种,洋葱加红酒 洋葱本身就有利尿改善血液循环的功效 红酒可以美容养颜 还能增强心血管功能,促进身体的代谢 两种结合,养生的功效更高 不仅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 很好维护心血管的运作 还有助于分解脂肪,适合减肥人群使用 第二种,洋葱加羊肉 羊肉具有补肾撞羊,温中去寒的功效 肾羊不足,腰细酸软,腹中冷痛,虚劳不足者 皆可以用它当作食料品 而洋葱是新温发散的食材 能帮助体内寒气排出 与羊肉同时,不仅可以去除羊肉的膳味 还能开胃助消化,有健脾温中 一气羊血的功效 换季,早晚差大,容易感冒 洋葱羊肉汤补虚而煎散风寒 汤轻而不油腻,自己在家就可以做 大家赶紧做给家人喝吧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